Mandy是在加拿大出生和长大的 今年上十一年级 九年级的时候 她随妈妈回到中国 在上海读了一年的国际学校 所以呢 对中家教育 她有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们今天邀请她讲一讲 中家教育的不同 第二代专题 今天是第七期 对教育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订阅回看 了解移民第二代在加拿大的成长 你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本来是在温哥华上学 你回国还回了一年是吗 对对对 我是九年级回了中国 你看中国和加拿大的学校 读中学有什么不同呢 那我是九年级在中国上学的 我上的就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国际学校 第一个学期是上一个叫诺美 一个比较怎么说呢 就没有那么多名气 比较新的一个国际学校 第二个学期是在上中国 读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国际学校上学了嘛 去年十年级和我今年十一年级 就回加拿大在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公校上学 如果要比一下中国和加拿大这个学校的感觉呢 中国我发现到他们最最最最最最管的 你的学习你的科目 其实社交活动什么club activity那类就有 但是呢他们不是很在重那些 不是很在重那些这种活动 最在重就是你的学习 我记得每天每一堂课特别丰满 直接回家写好几个小时作业 反正就社交活动也不是很多 见到的同学说的话题 基本上全部都是跟学校有关系 没有什么别的话题那样子 像这样子呢我还是挺开心 我挺高兴我去中国的因为呢 那个时候我正好是九年级 刚刚要开始高中 给我的学习能力就打了个很好的底子 中国它给打的数学底子呀 中文英语科学都就打的底非常好 因为毕竟每天都得好几个小时上学 回家写好几个小时的作业 那肯定底子比加拿大教的好 在加拿大上公校 我发现到这个学校好像是想你比较自律 比如说在中国呢老师管得很严 作业啊老师找你谈 老师找你做这个那个 但是呢在加拿大这个功效很自律 你想上课就上课 不想上课就不上课 或者你想作业想写得好就写得好 不想写也可以不写 其实很多就是看你自己 自己多么想就succeed啊 你自己想你的成绩有多好 就必须自己努力为了拿你想要的成绩 加拿大就管的就像这种社交啊 就club activity 就club activity管的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churchal 经常会有这些 经常会有我们这些学校社交活动 就是各种各样的spirit day啊 比如说pajama day 什么school candy cup这样子 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可能 加拿大的学生也跟中国建的不一样 中国建的学生都是那种非常聪明 非常管学习的 但是在加拿大呢 可能见到的学生也有些绝渣 一点也不管学习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中国不好 但我觉得在加拿大见到的人 就有个性 就因为可能不是特别管学习 但有很多在别的方面的一些突出点 比如说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学习不是非常好 但就他是那种D1的 狗尔夫球人员 那他的经验呢 他的说法 他的想法 都跟我的比较喜欢学习那一类的 就完全不一样 那我在中国的时候呢 并没有见到很多像他这样子的人 整体来说 我认为加拿大的社交活动比较丰富 但是中国的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我在九年级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我对中国的学生 是很熟悉 想起来找这些做activity 做活动的这些机会比较少 就花了整整一年 但没有做很多activity 除非我妈妈花钱 给我报名课外活动 就报名画画课呀这些 其实没有什么很多机会 自己找一个activity做 但是在加拿大 有很多机会 来自己创造俱乐部 来自己找一些俱乐部 为了参加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position 我觉得在加拿大这些opportunity非常多 就比如说我现在呢 有一个公司叫collaborate 有很多学生他们想做义工 但是不知道哪一个公司比较适合他们 比较适合他们自己想怎么帮我们的community嘛 那我们的公司collaborate 就是帮这些小孩 帮这些同学 帮这些高中生 找个适合他们的公司来做义工 这个好像是我的朋友介绍给我的 他们那个时候正好在找一个金融管理人 之后呢 因为我后面想考的 想在大学考的就是金融 我就想OK 我可以apply一下 我就在网上填了一个application 做了几个网上interview 就拿到了这个金融officer 这个金融管理人的position 我们有 就像这样子 就在加拿大就找到了一个activity 还有我这个landmark memory sports 这个小business 也有 我在学校呢 开了一个自己的俱乐部 就一个entrepreneurship俱乐部 这些同学一起建立自己的一个business 我们现在的目标 就是在年底的时候 在我们的churchill 开一个entrepreneurship club entrepreneurship club的market 就是我们的俱乐部人员 会自己做一些东西 卖给别的同学 我们现在churchill也有一个investment club 我去年参加一下investment club 但今年我就是vice president嘛 所以就在每个我参加的activity中 如果我参加了 那就我就会一直坚持到底 之后呢 如果我要坚持 就不会一直当一个人员 会尽量往前冲 去拿一个leader啊 或者vice president的一个position 我们去年的senior boys basketball team 南海的一个篮球team 我当他们的manager 就是经理 都干什么呢 正常情况底下 我就帮他们 正常情况底下 帮他们计分 帮他们摄影 之后帮他们跟别的学校联系 为了一起比赛 但是呢 偶尔我们去年呢 我记得他们要买新的jersey 他们要买新的jersey 和买新的外套 是要攒钱 我的体育老师 或者我们的coach 就跟我说 好的 你是我们的经理 你帮我们想一下 该怎么攒钱 我记得大概是 一千多两千多块 给全部的 给全部的team 买jersey和外套 所以我记得 我当时就想 我该怎么攒一两千块呢 我就在我们的学校 开了一个 我就现在我们学校 找一个 好多学生共同有的一个问题 反正一我们学校的饭不好吃 二我们的学校的饭有点贵 所以呢 我就想 OK 那什么饭 我们学生都喜欢吃 pizza pizza也非常便宜 就可以两三块卖一块 两三块卖一块 所以呢 又好吃又便宜 所以我就在我们的学校 每个周二和周四 可以开个pizza站 叫我们的Bulldogs 就我们的Bulldogs Cafe 我们就在那 刚开始就买大概 50个pizza 为了试一下 看来会不会有学生卖 那我们第一天开这个cafe的时候 就50个pizza全部都卖完了 然后我们就每个周二 每个周四 会点100个pizza 全部都是三块钱 三块钱一块卖掉 然后这个之后 好像一两个月 就攒到了一两千块了 那这样子 我们的全体 就Jersey买到了外套 感觉穿起来就很开心嘛 很自傲那样子 很自傲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队员 全部都穿着他们攒新的外套 都感觉很喜欢 知道这个钱都是我帮他们攒的 还是很有一种 就开心的感觉 你在中国读书的时候 时间是怎么样分配的 学习和休息玩 在加拿大是这个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对 在中国我记得我们大概是早上八点开始上学 一直到下午点半 四点半到五点 所以这段时间全部都是在学校学习 我当初在上中的时候 那个学校离我家有点远 所以就大概一个小时来回坐火车回家 我记得就是一回家吃饭 也没有什么 也不怎么社交 也不怎么出去 就直接开始写作业了 那写着晚上十点多 十一点多 就基本上全一整天在学习 肯定就中间会有什么吃饭时候啊 或者写作业中间有半个小时 就坐下来玩一玩 但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 基本上全部时间 从早上一起来 一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在学习写作业 那相对在加拿大 早上大概八点四十五四十多 开始上学之后 下午三点就放学了那样子 那个时候就在学校学习 然后呢 我是那种在学校 尽量把作业全部都写完 我通常会放学的时候 要不然去同学家 要不然待在学校 就花大概一两个小时 把作业全部都写完 那后面呢 像这样子就有很多多余的时间 可以做别的课外的作业呀 比如说我现在在上AP 可以做AP的作业 或者做activity 做义工 这些东西都有很多时间来做 而且也有比较多时间 可以就随便玩一玩 那样子 也有这样子的时间 就改此来 在中国以前就每一个小时 每一分钟 基本上都花在学习上面 也没有什么社交的opportunity 也没有做activity的opportunity 但是在加拿大就有时间 也有学习的时间 有做作业的时间 但也有一个充分的 可以做课外活动和义工的时间 然后也有可以出去玩的时间 那你觉得加拿大这边 让人这么多的时间休息 会不会耽误学习呢 我自己认为就没有耽误什么学习 我觉得这不是系统问题 这更是看个人 如果你现在是十年级 你自己就非常想succeed 想充分的利用你的时间 那你自己就可以出去上十一年级数学呀 你可以自己出去多上补习班 或者多自己在网上上课 都可以的 我觉得这不是看什么系统给你 就不是看教学系统 整天都在pro-d day 整天都是上学也没上什么 下午这么早就回家 那种感觉 就是看你个人 如果你自己想多学习 想多做作业 想多work hard 那这个是看个人的 所以我觉得加拿大这个系统 其实我觉得更好 我觉得更好 因为有时候在中国那样子 就如果24小时 就一天每个小时都在学习 就很容易就后面就是burn out 就在中国如果十几个小时 大部分你的时间 都花在学习上面 就很容易到后面 孩子就没有那种特别想做作业的经历了 考试也考不出来了 就整个人就一点也不想学习的感觉了 但是加拿大因为也有学习时间 也有玩的时间 你可能在学习的时间会比较努力 在玩的时间也会玩得比较开心 感谢收看温哥华青霞访谈 Mandy的体会是 中国的教育特别重视学习 让她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数理化基础 加拿大生活丰富多彩 她参加了各种课外活动 培养了多方面的能力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分享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